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指标是三好两担 还是偏好的 这就是恒指期货 那会不会再跌下去呢?很难说的 初步看这个位置 25181 如果再跌的话 未必再跌的 我估计都是 如果没有新利淡消息 都是略为大品上去 然后整固到收市 下个星期再来过 那就机会大些了 看国企指数期货 国企指数期货的情况 都是相弱 这里有个高位 是90 这里有个高位 9081 今早上最低是见过9074 那也都是跌低过了 但是上升的口 就 补不完 因为高位是9054 未到9054 上升的口没有补完 指标方面 也都是三好两担 情况 跟恒指期货一样 都是偏好的 国企指期货 说完就到了科指期货 科指期货 都是三支阴烛 最低就见过 这个是613 613 先这样 先量度 给大家看 613 上升裂口 当然没有补完 上升裂口 下方是6477 差很远 而这个高位 是6516 那就略低过 最低6513 指标 都是三好两担 没什么大分别 三个指数期货 仍然为时偏好的 一会儿我们重点分析 这个股票今天是2013的微盟集团 收到这张图 收到这张图 我们是看现货主板市场 非省务主动买股比率 半日收报 53比47 不及格 不及格 不支持 5.12345 指数齐升 这样的局面 这个比率 亦都比过去5个加日 平均的56比44为低 资金准主动买入 差很远 今天只有11亿5000万 左右 不过 占总成交根换 只有1.5% 那就没什么分析性 不说了 33个行业 类别 头3位资金准主动买入 最多的是 3.6800万 远景服务业 接着 1.7800万 食物及有限业 1.6700万 纺织服装及配色业 主动买股比率 没什么特别 因为不够 60比40就没特别 51比49就做不够配合 上升动力 远景服务业 一般 33个行业类别 所属股票的升跌 头3位 0.4% 至1.3% 升幅不等 表现最好的半导体业 接着 软件服务业 食物及饮料业 除了刚才说的 软件服务业 主动买股比率 不配合上升动力之外 这个半导体 也完全配合 42比58 50比50 也不够 即是主动 沽家入市的态度 是主动沽盘 比买家更为进取 那就不一样 今早也是整股市况 下午 希望幅度不会跌 扩大 现在我们看 头五位资金正被动买卖最多的券商 Credit Suisse J.P. Morgan Marilyn全美林 Morgan Stanley 大摩 高盛 北水 去到第7位 以及第10位 没有什么参与 挂买本 挂买本 挂买的 刚才说的 头三位是挂腾讯 然后第四五位挂美团 主要托取两只股票 这五间 压价的 有两只股票 阿里巴巴 就是J.P.Morgan 和高盛 而快手 被人压着 就没想到Morgan Stanley 500呎恒生组合指数 成份股半日收市的时候 头五位 有四个升 一只跌跌的是 斯摩尔国际 资金正主动买入 头五位 我说的 不多的 由1亿1千万都不够 到2亿6千万 不够2亿5千8百多万 最多是美团 升跌幅 很明显就是这一只 浮博集团 3738 这些股票都上榜了 证明市场剩下了很多 另外 不够5% 也接近比亚迪电子 4.89% 这两只股票 你看看 如果比对5个 即现在半日收市价 比对5个加2日前的收市价 是 都升了超过16% 主动买股比率 嗯 这只特别 其他都没什么特别 不是这只都是 先说 没什么特别 其他集团 7.21% 都非常大机会成为 短期 最少是即使 重要支持位 量比6.98倍 另外 有两只都超过3倍 斯摩尔国际 和比亚迪电子 反映出 斯摩尔国际 在33.01% 和34.25% 以及比亚迪电子 在27.75% 和29.35% 之间 今次的增持是非常激烈的 我们看看 头5只资金正被动 卖出最多的股票 即被人压绝 最明显的 首位是4亿1千多万 资金正被动 然后到腾讯 创围集团 建设银行 和华润之地 这样 创围集团 创围集团 新高后 被人压住的 就是 创围集团 这一只 751 见过6.36 之后 就按下来 现在是5.5 哇 6.36 跌到5.5 5.5 很厉害 肯定低个加权平均价,5.6400元,主动买股比率37.63元,证明主动股盘非常强劲,量比2.2倍,量比3.74倍,中芯国际,21.95元和23元之间激烈增持,半日收报22.35元,低个加权平均价,主动买股比率也配合下跌动力40.60元。 情况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看美子期货,又要更新一下,美子期货,都是远的,去到今早11点半之后,市况跌势就存定了, 现在很窄幅波动了,最新呢,看不看,不是这个,这个是4649的报道,没有起跌了,这么巧的,真是的,是比香港时间沉默4.3下午,没有起跌了, 那就是说,恒生指数,国企指数,五大指数,应该没有起跌合理的,现在,这一刻, 看不看先,我们现在看恒生指数最高的25527, 但是科技指数是6604,也都倒不到,第二个,那就是预算了,第一个,是,第一个是,第一个到了不到呢? 第一个是到,第二个不到,跟我今次预计一样 科技指数都是第一个到,第二个不到 最低位是恒指25267 没有到第一个的,即使是组织支持位 科技指数6506也没有到 我集中说这两个,当国企股有些特别的势头 我先说国企股,因为这两个是大家最多人关心的 一个是市场指数,恒生指数 一个是行业指数,就是科技指数 本日收市的时候,五个指数之中 全部都表现比美子期货好 红筹指数持平,叫做轻微好 但特别好的看到是科技指数,偏高0.907% 综合指数都是0.318%的升幅 但不够国企指数,0.330%不是升幅 是偏高幅度这么大的 估计结算界EAS,恒生指数 期货期权在11.9个字的时候 是报25368的,即是回落 过去的,即临半日收市前15分钟回落 国企指数是9107的,也都回落 科技指数当时是6546,也都是回落 下周市场都难有大突破了,向上 因为偏远,不要进一步跌幅扩大 那就已经很好了 加上三个指数,都是比股计结算价为低 即市淡有,占了上风 我们就说即市淡有,现在是占了上风 接着收了这个 我们就看今天重点分析股票 微盟集团2013,半日收市报10.22 10.22 10.22 比加权平均价10.42 是低的 因为你见到今早早开始,在高位很快 横花一二年就见过10.7 接着就一直吸一吸下来 最低在早市末段就见过 所谓早市末段就是11点至12点 早市初段就是9点半 严格来说是9点4 9点18分 就是9点4 至10点钟 早市中段就是10点至11点 这个就是我的说法 下午五市初段就是1点至2点 五市中段就是2点至3点 五市末段就是3点至4点8分 或者4点10分 大家可以分得清楚一点 这只股票的历史波幅 61厘 哇,很厉害 61厘是恒生指数14厘的设品3倍 通常是这样的 如果一只股票过股 我说过股票 就是股本证券 或者非股 股本证券 比如ETF也可以是 ETF也不太高 那么它的 20天年度法律史波幅 是恒生指数的2倍或以上 我们就要小心点 买一只股票 因为风险就高 如果是3倍或以上 一只股票是非常高的 那么如果非常高的股票又如何呢 例如你定的阻力位 指示位 定的目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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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货目标 沽货目标 阻力 支持 这些价位 你要小心点 所以 不要说一度 你就要 啊 中了 它会掉头 不要这么想 因为这些 就表示这类的 证券 市场参与者 比较上是 心理失数差 而且 很容易受 市场的因素 的环境影响 的 会升过龙 跌过龙 不出奇 你就不要说一定到 一定就是 阻力位 一定就要 反手沽 看清楚 有信号支持才能做 宁愿怎样 咦 信号不支持你 推高的指赞位 继续迫他上去 到指赞位 到时可能 沽便宜一点点 宁愿是这样的 免得倒设 一般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我建议大家 应试的时候 有很多方法 特别是这样的 那个 20天年度复华 律师波幅比恒生指数 是等于它的 三倍或以上的 股份 半日收市的时候 非省的主动买股比率 71.29 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 就代表什么呢 它一直跌下来 即是说 一路下来 是一路很多人 趁低主动掃货 怕买不到 那样的 很心急的 你猜一下 我掃你 那种 究竟这些是什么人呢 中湖 我在这里分了 全部市场参与者 就是整体计 四十八比五十六 五十二 就不太漂亮 但如果撇除散户 就是71.29 我等一下要再分了 究竟这些非散户之中 是中湖多 还是大湖多 而大湖之中 究竟是普通大湖多 特大湖多 还是超级大湖多 一会儿和大家说 这个比率 比过去五百加日平均的 70.30 是略高的 六一资金正主动卖出的 是四百多万 它的佔成交金额 就不太多 3.19% 所以就不用那么害怕 下午有机会 下午呢 都机会 还有的 还不弱的 可以变为 红色变蓝色 变为资金正主动卖出 收市 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市 半日收市的时候 即使你位 好像想从这个十 十个四号六跌到 十个二号四 现在就看起来 应该已经跌到十个三 买家可不可以托回它 最好就托回 这条 十个三上面 在这里整固一下 如果能够回到十个四号 八上面 那就会 可以差不多确认 可以大胆 假设 差不多确认 就是即使的低位见了 到时 都是在标准自动对盘 刚才说了中户加大户 非散户 我们只看大户 一只看三类大户加上 没有的 没有的 如果这只股票 今早上数得很厉害 是哪些人数得 是职业炒加数多 是中户 大家小心点 不是不行的 你跟着职业炒加 去搭顺风车 但问题就是 他们通常都转身快 你有没有转身不快呢 就是这样 你转身不快 你短线炒 就变成什么 被逼中长线持货 到时 大家小心点 因为没有大户支持 股票今早上 看到 然后我们再看看 他的扑传这个股票 今早上主要就是 一家 UBS 资金正被动 买入不多的 只有759万多 托着10.39元 但压价这一家多很多 资金正被动 卖出的1.7290万 JP Morgan 是压着10.442元 看图表分析 微盟集团 一线图 今早上彈了 一二三支羊竹 今早上暂时 到现在为止 就录得阴竹 见过高位 今早上跟大家说过 微盟集团 最高见过10.7元 今早上跟大家说过 在这个图的时候 再看一次 微盟集团 今早上见过10.7元 10.7跌来 提过来 下来的时候 OK 即是说 一浪低一浪 未完 一浪低一浪 要怎样才完 最少最少 但我嫌这个反弹 不够力 都要回上去 这个低位 这个低位 多少 借了 这个低位 再说 RST SAR 也就是SAR 我们交通到中转 都在股价上 RSI 就好些 高过它的五天平均线 但低于中线50 STC %K %D 现在是超卖区 %K 低于%D MACD 是负数 全部 五个指标之中 只有一个利好 可以说 这个股票是向胆的 短线好不好 拼球机 当然不好 四个指标利好 一个利好 怕它再跌 不要说跌了这么多 都有得升 反弹多一点 我都赚钱 已经反弹了很多 记住 股票市场 不会跟个人主观愿望走 不要说 看到好像跌了这么多 好像跌了这么多 没有人 没有人是 保证一定会弹很多 你看到这里 跌得更多 弹了多少 看一下 很少 慢慢 看到现在这下 都是看一半左右 这段期间 你在那里挨 你买了其他股票 强势的股 你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机会成本的问题 我不建议大家去拼 所以 反而 大家要留意一下 究竟弹创的阻力位在哪里 如果你还持货 拼了 什么位置去走 如果你持货 我问你持货 这个位置 当然是 这个位置 10.7 这个低位 10.7 没错 10.7 这个低跌 10.7 这个位置 是中族 还可以计算 比如说 我可以由 12.54 跌下来 12.54 跌到哪里 跌到最低 前几天见过的 是 9.58 9.58 现在最高的 现在最高的 10.7 刚才说的 今次开始做了 10.7 好 那我就计算 但多少 如果还持货 那些人 不是你持货 再说一次 0.618 是11.409 这个跌很尽 但刚才我看过 这个位置 是10.7 10.7 你跌0.618 即是要高 10.7 难度 不低 0.382 是10.71 1.1 算了 只好 10.7才说 那你真是 都是10.7 10.1 附近最多 我给你看到 11.06 除非到时 信号全部转好 起码有四个 不要三个 有四个转好 我才不走 三个都危险 那说完短线 再说中线 中线 亦都是 亦都是回视低位支持 关键也在 10.7 上不分 10.7 又说一路下 再下 再下 我们就会看 9.4 9.4 哪个 9.4 5 9.4.5 就是看 9.4.5 9.4.6 刚才我说 9.4.5 这个 9.4.5 再守不了 就这个 对不住 这个 反弹 下跌 8.2 穿了8.2 有没有机会 你都不要说 不要说 机会小 始终 中线 都是一浪低一浪 一级一级落 真的很小心 指标 唯一一个叫做 不好 之中有一个好的 就是这个星期 出了SAL 極点低位 暂时9.58 以后 接下来是否继续下跌呢 中期就去看下个星期 再下个星期 最迟看多个星期 收市位 全星期收市位 有没有出现低过9.58的做价 收市位 应该说 的价位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MACD 还是好 如果再不升上去 就下个星期 发出商红股东讯号的机会 就非常大了 那都是不持有的 中线 长线 反弹 乏力 今个月 到现在为止 下跌动力回增 指标 一二三四 全部利淡 中线 都别想了 大家有时候见过 选择重点分析股票 或者简单地分析股票 都会 未必一定选择强势股 那大家 我就不是好 不是好想 整天 讲一些 很明白的 我再讲一讲 很明白的 哪些股票最多人看 最多人有兴趣呢 两种 要不就是 大价股 比如阿里巴巴 腾讯 你一分析 就很多人 在你的频道上看 如果我是为了多人看 而天天就讲股票 那些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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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中长线 要不要天天说 那些股票 我不是为了争取 收体的人数 而做这些股票 那你也要多给时间 说一下 第二种 第二种 是什么呢 跌了很多 令人输了很多 令人想混货 那种 我都会提 但不会天天地说 那当然 其实第一种 第一种 或者第二种 包括哪些呢 就是很多 其他的市场人士 推介 不停这样推介 我不知道他们 真心推介 还是有一些 不良分子 即是 另有所途的 推介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不定推介 那些就很多人 入了市 很多人买了 那我也会提醒大家 一些弱势股 例如金鸣 我讲这种 微氧集团 可能大家没有兴趣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没有 又不是叫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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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做什么 我就是提醒你 你见不见刚才开始 短期上 如果你拿了 说了几次 我教你怎么走 把这些钱 放在其他人身上 不在那儿 手朱待肚 就死等了 所以呢 强的股票 弱的股票 我都会说的 我宁愿少些人看 那你懂得欣赏 你就看 你不懂得欣赏 你就不要看 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性格 我不会 我不会 就是为了 就是我要教育 那些投资者 我不会为了教育 那些一般的投资者 就是他 听关提示 那些奏 他们来做的 我又不是为了 那些东西赚钱 好 那就是 好了 大家记得 一会儿去看完这段 就记得去我 YouTube频道里面 以及梁海玲 YouTube频道里面 去投票 梁海玲那边 投是什么呢 她告诉我 我看一看,我读一读给大家听 OK,有的 首先,中国海外,发展688 然后,腾讯700 然后,禁锋里业1772 海底撈6862 还有,农夫山泉9633 大家有兴趣,这五只股票 其中一只就是那个头 这五只没兴趣,你又想听梁海 你不想听我说的,可以 那你去那一部,在留言里 留下一只,最多一只,每人 那就是,你想他下个星期 放在他的投票站里面,给大家 投的股票,好吗? 那如果你两只位以上 那他应该是会选 你,比如说10只,我当是10只 只算是第一只,其他全部不算 那是公道些 那如果有最多人选择那一只 就会用那一只,放在下个星期 投票站里面,如果票数相同 就是谁最先留意 那一只,就是那一只 那大家快点,两边投票 好,先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 明天星期六,我都会有投资影音分析 多谢各位收看